我天生舞弊三缺 爷爷为了救我 用自身寿命给我订了一桩娃娃亲 还说这桩亲事就是化解我命节的关键 可没想到 凭借爷爷造化成为首富的未婚妻一家 却想联合其他风水师来毁掉爷爷为我订下的娃娃亲 但他们不仅小看了我爷爷 更小看了我 街上集 虽说目前情况来看叶家还没遭殃 但我相信爷爷的能力 区区一个省出酒就想破掉我爷爷的规矩 他也太小瞧亲马鬼手的本事了 只要叶家的麻烦棘手到没人有能力解决 他们一定会想到让我入坠叶家来化解 最让我害怕的是 万一在叶家报应来临之前 叶红鱼和沈百岁如果好上了 那就麻烦了 因为爷爷所谓的完婚可不是举办的婚礼 领歌正那么简单的 是要真正入洞房 行男女之事的 如果叶红鱼先行一步与其他男人发生了关系 那我们的姻缘线注定是断了 这对我俩来说都是灾难 想到这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万物都有自身的运行法则 最终我俩能不能成 还是得看天翼 收拾好情绪 我重新回到了小峰街 准备去店铺收拾下睡觉 明天再想对策 天翼这玩意还真是注定好的 正往我的店铺走呢 我看到不远处一辆很拉风的跑车上下来两个人 女人穿着白T 青色牛仔裤 看着青春漂亮 正是叶红鱼 男人则一身一副公子哥打扮 虽长相一般 但有贵气 也算得上是风流倜傥了 想必正是沈百岁 深更半夜的 一辆跑车停在小峰街 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我寻思沈百岁将叶红鱼带过来准备安好心 立刻悄悄跟了上去 沈百岁 大晚上你带我来这干嘛 想吓唬我 我告诉你 我不信哪一套 叶红鱼有点不开心的说道 沈百岁笑着说 红鱼 我爷爷与伯父谈事情 他们不是让我俩出来逛逛吗 我寻思我们迟早要结婚的 我是干哪一行的你也清楚 提前让你感受感受风水界的氛围 对你也好 我心中一阵冷笑 一个丧葬一条街在他口中成了风水界 这风水界也太廉价了 叶红鱼皱着眉头 不悦道 我才懒得感受吗 沈百岁 你以后别乱说咱俩的关系 成不 我有未婚夫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听到这 我心里一暖 虽然知道他提到我 可能只是因为不想和沈百岁扯上情侣关系 但至少可以说明 我在他心中没那么不堪 他确实不讨厌我 未婚夫 你是说沉黄皮那个病秧子 红鱼 不会看风水不代表就是废物 在我眼里 他比你强 至少人家老是本分 沈百岁心性倒是挺稳 也没生气 只是说 行吧 随便你怎么说 红鱼 你看这有家杂纸铺还开着 我带你过去看看 我可以让纸人活过来 你信不 叶红鱼切了一声 显然是不信的 跟着沈百岁朝那家杂纸店走去 用脚趾投降 我也能想到 沈百岁怕是要耍什么花样了 他应该是要在叶红鱼面前展现什么绝活 通过一些捉猎手段 让叶红鱼改变对他的看法 甚至爱上他 我绝不能让他得逞 赶忙跟了上去 这是一家叫宋财阁的杂纸铺 不明思义就是干杂纸银生的 杂纸这行当历史悠久 其实就是杂纸烧给死人 红铜男绿铜女 金山银山 牛马衣裳 只要你想 什么都能给扎出来 但是这一行绝对不简单 虽说一般杂纸匠并没啥大本事 就是谋生 但真正有本事的杂纸匠是有神通的 让孤魂也鬼上纸人的身 让纸人活过来 这是小神通 我听我爷爷给我讲过一个 真正有大神通的杂纸匠的故事 当年他游历到南方一个小镇 想逃口水喝 钻起水杯后 爷爷二话不说就离开了 头也没回 因为那整个镇子上的都不是活人 都是这个有大神通的杂纸匠给扎出来 小时候听爷爷爷讲这故事 我做了一夜噩梦 现在想想也挺可笑 因为我假以时日也有会这样的大神通 收回思绪 我躲在门口往杂纸匠里看去 只见 沈百岁拿起一只沾了墨水的毛笔 往一个绿纸人的脸上画了起来 他是要画眼镜 边画他还边说 红鱼 看好了 我马上就能让这纸人活过来 给纸人画眼点睛 这是大忌 纸人画眼点睛 这是杂纸匠的禁忌 是最容易引来脏东西的 我立刻左手掏出一张福禄 默念镇魂绝 防止有啥意外 但我也没太过紧张 因为沈百岁也是学风水的 他不可能连这常理都不知道 十之八九 他是想故意引狼入室 借此展现本领 让叶红鱼心悦成福 对其刮目相看 但我已经四处查探过了 附近并无音灵 一时半会不太可能 真的让纸人被附身 红鱼 看好了 不要害怕 沈百岁故作神秘地 将纸人的两只眼睛给点上了 这是一个绿铜女的纸人 扎得很别致 骨架 衣裳都有 一旦被脏东西附上 还是很凶险的 切 不灵 你这骗人那一套 对我不管用 叶红鱼见指人没反应 冷笑一声 沈百岁淡定一笑 同时悄悄朝铺子 深处的扎纸匠 低了个眼色 我一直在偷窥 看到这一幕我反应了过来 不是沈百岁有本事 而是那扎纸匠 突然想起来 刚才看到沈出九十 那胸有成足的样子 想必他们都通过气了 他吩咐了这扎纸匠 配合沈百岁演戏 难怪那么自信 只见 那约莫四十来岁的扎纸匠 他手中拿着一尖尖的三层小塔 这是沉香木做的 叫锁魂塔 是可以聚养魂魄的 扎纸匠悄悄撕掉了 锁魂塔上的符 我立刻就看到一道黑影子 急速朝沈百岁面前的指人 飞了过去 正常人是看不到这里魂魄的 但我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并无灵智的孤魂 应该是三十岁左右死的 由于长期被损 已经成了一厅人摆弄的工具 其实在我们风水圈里 是很少捉鬼养鬼的 除非是恶灵我们会灭杀 更多的则是超度 所以扎纸将这行为挺不齿的 那孤魂很快就上了指人的身 原本安静的指人 突然像是被一阵阴风扫过 疼得飘了起来 叶红瑜见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红瑜 别怕 有我在 沈百岁故作淡然的一步跨出 横杆在叶红瑜的面前 一副勇猛无匹的架势 叶红瑜躲在沈百岁身后 撞着胆子朝飞在空中的那指人看去 其实他此时心里也很好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也想叹个究竟 指人飘在空中 不停地挥动着双手 眼睛更是不停地眨着 嘴里还发出阵阵音效 这下子叶红瑜傻眼了 这颠覆了他的世界观 好可怕 百岁 你快让这玩意恢复正常吧 我信了 我信你厉害 快收了他 不然我晚上要做噩梦吧 叶红瑜害怕地说道 沈百岁邪魅一笑 抬起右手 在空中画了一个半吊子续空符 然后推向空中的指人 与此同时他撇了眼杂纸匠 使了个眼色 口中阵阵有词 何方恶鬼 敢吓唬我未婚妻 给我滚 那杂纸匠立刻捏了个阵魂绝 同时一张服帖向了锁魂塔 想要收回孤魂 我冷笑一声 今天他们碰到了我 这逼就别想装了 在我面前班门弄斧 而且还表演给我未婚妻看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看我怎么教训他们